2018年7月19日,印度防长史里桑甲伊米特拉,前往科钦造船厂进行了考察,其主要目的是评估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的建造进度。 而就在当天,印度官方就对外宣布,维克兰特号航母将推迟到2020年进行海誓,该舰原本是在今年完工并进行海誓,如此一下就把工期推后了两年。 图为史里桑甲伊米特拉,查看维克兰特号航母的内部,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舱室里面仍然有大量的脚手架。 截至目前,该舰的主机和发电机等重要的设备都已经安装完毕,但航空、通信、导航、武器和传感器等方面的子系统, 仍然处于安装之中,为了能让维克兰特号航母在2020年进行海誓,目前舰上的一些子系统,已经开始实施室内测试。 其实早在2004年,维克兰特号航母的建造项目就已经启动,但由于俄罗斯推迟提供航母用钢,印度不得不自行研发,因此直到2009年才铺设龙骨。 即便是从2009年算起,维克兰特号航母的建造工作,已经历了9年时间,在当今世界建造的航母之中,已经是全球最慢的了。 而印度官方还要将维克兰特号的海誓周期推迟,意味着它将创下新的纪录。 那么,维克兰特号航母的建造速度,为什么如此之慢呢? 实际上,维克兰特号航母的排水量并不大,只有4万多吨。 在全球的航母之中,技术难度也并不是最高的。 但是,印度大大低估了该建面,临的技术困难和工程量。 例如,印度最初计划仅投入5亿美元,建造其第一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。 但后来发现这个数字根本就不现实。 截至目前,维克兰特号航母的建造费用,已经攀升至37.6亿美元。 同最初的设想相比增加了7倍多。 航母是十足的吞金兽。 即便是中小型的航母,基本上开销都是在几十亿美元左右。 而印度最初拿出的钱,甚至连建造当今世界上一流的护卫舰都没法完成。 比如,欧洲地区现在的一流护卫舰,造价已经攀升至10亿美元的级别。 印度国产航母维克兰特的命名含义,是击败胆敢同我作战之人。 现在不要说击败敌舰了,就是在建造这艘巨舰的工作之上,它就未能实现胜利。 其实不仅仅是国产航母的工程进展不顺利,印度其他重大军事项目,都普遍遭遇了很多挫折。 之所以建造速度如此之慢,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问题,而是印度军事工业整体的弊病所造成的。 印度军方和军工企业大多号大写工,定出的目标大大脱离时机,已经成为通病。 而且,印度国产航母的技术发展路线,本来就问题多多。 之前的维克拉玛地亚号是俄罗斯帮助改装的。 虽然印度用了航母很久,但建造技术的积累却非常薄弱。 越南亚号的浓揚 越南亚号的匪处 越南亚号在河湖中 越南亚当上 越南亚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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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